Leo聊世紀 天天六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馬來人對上蒙古人 這一場比賽是海軍上將的比賽 OK 海軍上將已經來到32場了 現在這個比賽是由HERA對上台灣知名選手 TAG的天空熊 那天空熊他最近的實力越來越穩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對上HERA的對決會是如何 好 先來介紹一下 藍方是HERA 選擇的文明是馬來人 馬來人在升級時代4有這個時間上的優勢 而且漁網有三倍漁網 而且步兵單位有這個免費的步兵鎧甲 打速攻爪到的話也是相當適合 以海戰的優勢來說的話 馬來人是補肉比較有優勢一點 那還有這個海上霸主 碼頭會自己射箭的效果 所以整體看起來馬來人是一個不差的選項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邊紫色是天空熊 選擇的是蒙古人 蒙古人在前期的海戰優勢裡面來說的話 他優勢並不是很明顯 但是他有這個補肉優勢的關係 所以肉類可以更穩定 可以更快的去伐木 像這樣子趕快去吃這個野生動物 五個人吃 然後就趕快補到五個人伐木 就可以趕快補下第一個碼頭 然後去產出漁船 這算是蒙古人的前期放碼頭的一個小小優勢 但是蒙古人打海戰來說 並不是非常強大 畢竟在真實的歷史當中 他們去打日本的時候 也遇到這個封神 海戰並不是特別強大 好像也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就是了 好這個以上就是幹話時間 那接下來繼續講 蒙古人他的馬攻射速非常快 對上馬來人來說的話是相當好打的 因為他的步兵是會被封印住的 那馬來人就只能打這個四則大象 四則大象 或者是打這個戰毛兵強弩 進行反制 整體來說 只要蒙古人 天空熊這裡 只要轉出大量經濟 打後期的話就沒問題 因為蒙古人最常死去的時間點 或是在城堡是在中後期 或是在帝王是在初期 被對方一個經濟優勢打擊 或是時代上的領先 很難讓這些蒙古突濟成型 所以導致會輸掉比賽 那天空熊這邊 城堡是在中期 最有優勢的東西 是草原騎兵這個單位 但是這張是 海上遊牧的關係 類似那種地圖 所以也不是純海上地圖 這中間還是可以打海戰 純海戰了 但是這個路上是可以打草原騎兵的 但是草原騎兵也會被贊成給騷擾 或是自爆船 所以天空熊的草原騎兵的優勢 並不是這麼的明顯 身體來說 HERA這邊的優勢 可能會再稍微大一點 因為海上霸足的關係 只要海上不輸的話 基本上天空熊是很難用 魔物圖技做到事情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選擇 那這幾場比賽呢 我都是沒有看的 都是直接開路狀態 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哪一場比賽誰輸誰贏 雖然最終結果知道了 但是看起來 這兩場會打得比較精彩 我就選擇播兩場 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天空熊這邊是 風箭世代16P點下升級 那天空熊為什麼可以那麼快升級呢 是因為蒙古的特性關係 吃肉可以吃得很快 馬上可以賺到500肉 所以他在這個前期呢 有這個放碼頭的優勢 那這邊呢天空熊是選擇了一個 不去下漁船而是直接快攻系的打法 直接去打出大量的戰船 去進行壓制 OK這個是戰船壓制 不是打火戰船 這個是細節 戰船壓制 那這邊呢 天空熊的肉可能會有點緊繃喔 因為沒有漁船的關係 所以現在肉呢 只能靠自己的村民去採集 好天空熊上風箭時代 直接上大石牆 把後面的墓區給穩住 好前期天空熊這邊補戰船 但是 Hera這邊也是打戰船 那這邊打戰船 就稍微慢了一點點囉 好天空熊這邊有 第一個時間直接控在這個伐木場 好村民直接手撕戰船 這個奇葩畫面 OK殘血的村民 趕快再收進去 好繼續打 哈哈 世界冠軍這樣秀戰船啊 好用村民打戰船 各位有看過嗎 有夠狠 只有世界冠軍的村民 比較凶殘一點 好那剩下兩艘殘血的戰船 要不要拉回家呢 這不拉回家的話 有點可惜喔 既然都活下來了 就回去補個血喔 待會再過來繼續打 好 好現在天空熊 由於升級時代有優勢的關係 現在戰艦速度來到了六艘 八艘的戰艦也準備要來了 但是天空熊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喔 讓自己有斷村的情況喔 來到了一分鐘的時間 但是HERA這邊斷村更嚴重喔 因為這邊天空熊壓制的太強大的關係喔 所以讓HERA的漁船喔 沒有辦法順利的補下 所以現在變得很缺肉的情況下 可能要被迫灑農田喔 但是現在還沒有補上模仿的關係 所以模仿也不能灑 灑這個農田出來 所以HERA的目標 應該還是要再去打正面喔 正面趕快打雲 然後獲得一個穩定可以補的地方 或是在後方補一些碼頭 OK 這裡有補碼頭 但是大魚都是在中間喔 三艘碼頭 但是戰艦數量現在是打不雲的狀況 好 天空熊把家裡消的戰艦 就再次派得出來了 這隻臭文明已經修理好 所有的戰艦 戰艦再次往前 天空熊有戰艦數量的優勢 好 現在馬來人前期的優勢 會比蒙古人還要少 畢竟蒙古的前期優勢 會比馬來人更大一些些喔 那HERA這邊的重點呢 就是要來到 升到城堡時代有第一根城堡之後 大概30分鐘之後 優勢才會慢慢擴大起來 那天空熊這邊呢 前期只要把自己的優勢擴張下去的話 基本上也不太會輸馬來人 好 兩邊的一個打法 是天空熊 現在有優勢喔 點下來一擊射了 現在有射程上的優勢 傷害也是喔 這樣天空熊數量來說是十打十燒 但是HERA這邊已經開始缺漏了 被迫灑了農田 不然就要斷村民了 而且這個馬桶也快要被射掉了 但是天空熊一直沒有看到這艘漁船的樣子啊 有點小小可惜喔 要是能抓到這個漁船的話 HERA的經濟會更慘 好 那看一下 天空熊這邊還偷偷去野外 撈這個香龜 這個香龜前期有補一個還不錯 畢竟撈雨的速度是遊戲裡面喔 補漏資源裡面算是最快的 跟這個打鏈一樣快 印象中 那天空熊呢 這邊是點下一擊射之後 繼續補戰船 HERA這邊也是繼續補戰船 然後點下了一擊射 那天空熊這邊 待會遇到一擊射的馬來人 這個要思考的事情是 要怎麼繼續出戰船 壓制對手不出漁船 然後自己偷轉一些漁船 然後趕快升城堡 或是直接撒農田點擊農 那這個都是 待會打海戰 都是要注意的重點 原來這邊誰打海戰 誰崩了 基本上誰就輸掉了比賽 這個雨衣船怎麼 送到正中間 一起往前了 HERA這邊要大決戰 直接分兩隊 天空熊也決定要跟對手 決意勝負嗎 但是天空熊好像有點劣勢喔 因為這邊剛剛有分兩 船戰艦的關係 所以傷害沒有異傷 反而把所有的傷害都打到了天空熊身上 天空熊這邊稍微有點失誤嗎 這也不算失誤耶 這個感覺是 HERA的細節做得更好 天空熊這邊突然一個被騎臉 騎到現在戰艦數量 只剩下七艘了 HERA這邊還有十艘戰艦 十艘戰艦 趕快再往前看一下 好 現在天空熊這裡的優勢 開始慢慢消失了 只要前期的這個戰艦數量 被反打回去之後 蒙古對上馬來人的優勢 就會越來越少了 完蛋了完蛋了 這裡看起來不太妙 HERA這邊的實力還是很穩定 好 那天空熊 待會應該還是要轉一下草原騎兵嗎 還是要繼續打戰艦呢 蒙古人打戰艦 我覺得還是可行的 但是優勢度 並不是那麼強大就是了 好 那現在天空熊 還是要回農一下經濟嗎 看一下看一下 這裡有三台馬 三個碼頭了 四個碼頭嗎 三個碼頭 家裡是鎖死的狀態 好 天空熊決定不跟你打正面 我直接去控你的碼頭 只要讓你沒有辦法正常捕魚 那就算是我優勢 好 那現在天空熊還是想要打海戰 海戰就去補這個戰船 戰船的數量再想辦法農起來一下 現在HERA也是有這個戰艦上的數量 好 優勢喔 現在是15台 打10招 好 但是HERA這裡沒有打算要繼續往前 因為看到這裡後方有戰艦想要做個包操 所以決定自己要主動去包操一下 讓自己的主要艦隊 好 只要揭面這一團的戰艦的話 天空熊就會很難受了 好 直接把牛這個射掉 應該是不小心點到 好 HERA下方的戰艦有點危險 後方的戰艦趕快往前 這裡要趕快回頭打下 HERA這邊的細節控兩團戰艦 哇 這個手術 好扯 HERA還是順利的把這裡的戰艦給揭滅掉 天空熊發現被包操之後 反應雖然很快 趕快往後拉扯 但是HERA的反應更快 馬上也往回拉了 所以造成HERA這邊戰艦的血量並沒有掉太多 就躲掉一些箭矢 OK 那現在天空熊的 戰船數量只剩下9艘了 那這9艘戰艦 現在要打贏19艘 其實有點不切實際的 本來是要再努力按一些戰艦 轉一些自爆船 好 天空熊果然要轉自爆船了 但自爆船數量不夠多的話 是很難炸到對手的戰艦數量 好 HERA的戰艦數量來到20艘 好 這裡也開始慢慢把左邊給圍起來 好 圍的範圍 算是比較保守 並不是圍正中正面這個位置 好 看一下正面的位置 天空熊這邊炸船炸了一波 回頭看一下 好 看一下這個自爆船有沒有炸到呢 好 80% 90% 這波看起來 有 炸下去 大概全體半血 但是好像沒有到非常嚴重 到不能打的程度 但天空熊現在一艘戰艦可能會被秒殺 結果兩艘戰下殘血 看起來這個殘血有點尷尬 可以趕快拉幾艘戰艦去打殘血了 好 最後還是用自己的戰艦數量 去壓制對手 現在HERA的戰艦數量稍微有點往下掉 好 暗力數量只剩下少量的16艘 但是天空熊戰艦只剩下兩艘了 好 那現在HERA這邊正面 要趕快就去補戰艦出來才行 當然戰艦都在這個位置 可能是在防守這邊後面 要順利圍起來 所以有些戰艦需要助手 天空熊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升到了城堡時代 HERA這邊也準備要來提升自己的時代了 時代上來說 現在HERA 馬來人還有優勢 天空熊這邊升時代的優勢已經沒有了 時代已經會被領先 大概領先這個40秒左右而已 但是40秒 在這個頂階的賽事中 就很重要 炸到了天空熊 這一波炸得很漂亮 HERA大意了 沒有把這個戰船給拉遠 自爆船往下跑 這一波應該是打不到 好 好 挖金補下 現在天空熊一個遠程採礦 這個有點遠 好 下方經濟也慢慢顧好 HERA這邊右側只剩下一個小洞而已 這個小洞沒有去蓋好 不知道有沒有記得這個洞呢 這個洞只有打了一個地基在這 好 兩邊升時代的關係 所以不會有太大的打鬥 我們來看一下HERA升城堡時代 第一時間應該要補下二級射 再來是奴炮戰艦升級 好 二級射有補下了 天空熊這邊移上去 也要趕快點一下二級射 那自爆船可能要再考慮 要不要再繼續補下去了 好 左邊已經圍死 後面還有一個聖物可以撿 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這邊升級優勢 裡面存的是戰船 不是自爆船 自爆船在找機會想要去往前炸 好 左邊的戰船出來 HERA這邊有二級射的傷害優勢 全部點光 正面的戰船過來 看到HERA前方戰艦比較少 天空熊這邊的分推打得還不錯 有稍微騷擾到一下 HERA這邊的刑記 等上方這一坨戰艦 為什麼HERA一直不動呢 是在 是不是忘記的戰艦都被存到這個位置 一直沒有看到 這個地圖是不是太藍了 藍到不知道那裡有戰艦呢 好 現在奴炮戰艦升級上去 HERA這裡還是沒有在空 左邊這一坨戰艦 這一坨戰艦好像真的是被遺忘了 好 這裡有 11艘戰艦對5艘奴炮戰船 HERA這邊點下了一級農 這個時間點還在偷偷的 去點自己的戰船 這個是農田科技 戰船的話升級還沒有那麼迫切就是了 結果是HERA這邊擁有戰艦數量的優勢 連奴炮戰船都可以打得你的狀況啊 哇 這邊有個細節 拉了一艘戰船去打血多的戰船 OK 那現在戰船數量明顯有點劣勢 HERA這邊是真的忘記這一坨戰艦了 這一坨戰艦完全被遺忘 好 戰艦部分 終於發現了嗎 原來我這裡有6艘戰艦 趕快回來防守一下 好 奴炮戰船好像沒有打算要提升 因為現在要穩住雙TC的肉量 經濟沒有那麼的好 HERA這邊的城鎮中心閒置來到6分32秒 這個相當罕見喔 直接選手我們的城鎮中心的閒置會來到這麼高 好 這邊16個這個戰船 打海戰的話就很容易讓TC閒置了 畢竟這個木材要大量的給這個戰船 好 這裡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這裡還是把肉投資在了經濟上 伐木技術先點 奴炮戰船還是不提升 那現在天空熊有戰船上的升級優勢 但是數量上是稍微落後的 天空熊因為落後的關係 先點出了一些火戰船 希望可以扛住一下正面的傷害 好 訂下了航海技術 航海技術有了 待會也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 提升一下一點遠防 航海技術可以提升防禦力 馬來人這裡要找個機會 設一下奴炮戰船吧 用這個戰船打奴炮戰船 感覺很哈口啊 血量上的話會劣勢 傷害也差一點 對面大量戰船過來 奴炮要趕快回港囉 這裡要升級戰船嗎 還是沒有打算升級呢 這裡很關鍵 好 剩了一個輪軸技術 還是不升級 用戰船打 HERA拿來的資訊 但是他的資訊確實有用 又再次殲滅了天空熊的戰艦 天空熊的戰艦又只回到六艘 好 總統補下奴炮戰艦升級 天空熊這裡要再想辦法 去一下戰艦數量 這個打海戰的優勢 就是馬來人 好像也不是因為馬來人的優勢 是因為HERA的細節操作 更精緻一點嘛 天空熊感覺好像有點跟不太上節奏了 現在天空熊節奏 雖然沒有到非常糟 但是戰船數量一直被持續壓制住 好 這邊升級到了奴炮戰船 輪軸技術也點下了 3TC開農 好 看一下正面的位置 正面這裡21艘戰船 又偷掉天空熊 兩艘戰艦 這個戰艦數量一直被偷很傷啊 好 還是這裡要鬼轉自爆船呢 大量自爆船 傢伙戰船 但是這個打法也很害怕自爆船 如果HERA看到這個打法 一定會轉一堆自爆船去反制的 好 現在奴炮戰船 過來有點危險 現在被包夾囉 現在四處八方都有奴炮戰船的進攻 這個包超戰術有料 天空熊順利的擊掉了HERA的許多戰艦 這裡戰艦被迫只能往上走 但是這邊火戰船還在往前貼貼 最後把所有的火戰船點掉之後 前方的奴炮戰船還有14艘 但是已經很順利的拿下了這一場海戰優勢 現在天空熊的優勢 海戰已經拿了回來 HERA這裡要趕快補下更多的自爆船 或是盧炮戰船 還是要補一點火戰船了 天空熊這邊緊追不捨 沒有打算放過HERA的傳討的戰艦 這邊戰艦趕快遭翔 遭翔到的是村民 這個來不及控身旅去遭戰艦 沒有關係 但是天空熊還是順利拿下這場海戰優勢 天空熊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包夾以掃極多 順利拿下了 HERA看到這個情況 趕快補禮跟城堡 是要趕快來升帝王時代了嗎 還是要來升級一下自己的海上霸主科技呢 這裡戰艦開始回答一下 好 這裡再點掉一艘 下方補了一根城堡 好 馬來人 HERA這邊帝王時代準備要點下了 天空熊這邊也要點帝王時代 兩邊帝王時代應該會差距一分鐘左右 好 這裡大概有1分半左右的時候點帝王嗎 天空熊這邊漏9999 好 一千漏了 一千漏可以來點個升級 時間大概撐了1分半沒錯 1分或10秒 這一分 對上3分鐘的時間 天空熊現在臭民宿是83吋 對上HERA98吋 經濟兩邊的話應該是HERA這裡暫時有優勢的 HERA這邊經濟資源來到了兩萬八 五 兩萬八對兩萬五 HERA的經濟已經贏了快要兩千多的資源 蒙古人在中後期的問題就是 資源上很容易輸對手 那海戰部分也不是特別強大 但是沒有關係 後期的話 天空熊我們這裡還是有機會的 打海戰 還是可以嘗試看看的 現在馬來人這裡點下了 這個是航海技術 待會船務也可以點下 好 手推車也補下了 現在HERA注重經濟打法 經濟一直提升上去 右邊這個洞有給他可以堵起來 暫時沒有問題 好 戰船數量來到了19艘 蒙古人 這邊點下了輪軸 經濟也開始想要追趕一下HERA這邊的經濟 經濟已經輸了快要4K了 好 趕快點下 好 奴炮戰艦升級 三級射沒有點 縱起奴炮戰船 好 三級射 這裡可以點了 先點個三級射 三級射 好 想去看三級射怎麼不點 OK 那這邊蒙古人 是點到帝王時代 才想要開戰 畢竟對方有升時代的優勢 科技上應該也是都研發好 所以天空熊不敢群舉妄動 好 只躲在城堡這邊 先歸縮一波 好 這裡碼頭 打掉 這裡要小心 這個箭矢打得有點痛喔 好 現在戰船數量來到了24艘 好 24艘戰艦 Hera這裡 要繼續 出戰船 重型火戰船 好 也升級上去了 化學也在15秒就提升好 但是以工程來說的話 Hera現在沒有辦法 沒有這個火炮戰船 所以現在要等化學好 才有機會繼續進攻 現在只能稍微 暗邊掃蕩一下 好 中間的部分 已經沒有人要捕魚了 現在這張地圖 反而是大家都在種田 反而捕魚的人偏少 好 好 Hera這邊村民樹來到了100多村 村民已經開始到處可以去採礦了 好 這邊兩邊戰艦開打 Hera點下造成員 現在Hera有這個化學優勢8加4的傷害 但是戰艦數量並不是很好 現在是只有14艘 加上兩艘火戰船 天空熊這裡有戰艦上的數量優勢 好 天空熊這邊看到對手的戰艦數量有一點少 因為他這邊出了更多的重型火戰船啊 這個重型火戰船最怕的東西是自爆船 所以天空熊趕快轉出了自爆船升級 重型爆破船趕快點下 好 Hera這邊準備要來攻城了 精銳火炮戰艦提升上去 好 這一波很關鍵 誰輸誰贏呢 但是天空熊現在有自爆船的優勢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自爆船應該是不會打輸Hera船隊的 Hera這邊應該不會輸吧 這個不好講 可是現在Hera轉火炮戰船 待會打天空熊自爆船是沒有優勢的 這個情況下來說 天空熊的優勢會更大喔 Hera這邊有點想要直接用火炮戰船突破正面嗎 還是他認為重型火戰船就過打天空熊了呢 有點耐人尋味啊 好 好 七隻 七艘自爆船從中間想要溜過去 好 往前頂 開始炸 七艘自爆船殺案非常高 火炮戰船看到這個情況只能往後側 自爆船往前 要是能夠頂到很多戰艦數量 這裡就可以逆轉 最後還是炸到很多的弩炮戰船 現在弩炮戰船數量還到15艘 天空熊還有28艘 這裡自爆船可能還要繼續按 不能停 天空熊這邊要趕快補 趕快補 化學也點一下 現在火炮戰船七艘在後面 Hera這邊要全部轉弩炮戰船了 不能再轉這個重型火戰船了 好 但是要壓到岸邊的情況下 轉一些火戰船 坦一下在前面也是不錯的 這個火炮差點打到自爆船 這個爆船又兩艘被打掉 Hera這個是預判嗎 用火炮戰船預判 這個子彈飛那麼慢才能預判成功 自爆船過來 弩炮戰船稍微回頭點一下 自爆船一直在秀 秀操作 最後還是沒有努力 沒有順利貼到 火炮戰船稍微從後方遠程打擊 看到對方這邊火力有點強大 趕快往後拉了一下 天空熊正面一致排開 這應該有可能是最後大決戰 天空熊這裡一致排開 數量非常穩定 現在Hera的戰隊數量 開始有點消耗掉的感覺 火炮戰船在後方能打到的東西 其實並不多 最主要的輸出還是消耗弩炮戰船 好 這一波 欸 火炮戰船做到的事情 自爆船在中間又再次自爆了起來 後方有非常多自爆船 從後方重新過來 集結 這一波很關鍵 能不能拿下火炮戰船 稍微預判了一下自爆船的位置 自爆船最後是有兩艘 攻擊到了Hera的戰艦 Hera的戰艦數量還是保存得很好 26艘對上現在14艘的 弩炮戰船 好 正面又來一波大的 Hera 這裡要小心 天空熊這裡炸得很漂亮 天空熊這一波炸 有稍微反轉跡象嗎 好像沒有到非常反轉 好 現在天空熊很努力 再用自爆船 開始瘋狂爛炸 好 再繼續炸下去 天空熊就有機會拿下比賽的勝利 但是現在外面的野礦都被Hera給拿走 天空熊可能會打到沒有黃金的情況喔 右面這個黃金 Hera這邊 趁亂趕快用了一艘火戰船去控一下 但是天空熊還沒有刮 那現在的情況下來說 Hera還是相當具有優勢的 天空熊還是被壓在家裡 這個情況可能要更多自爆船才有機會 但是奴炮戰艦也不能少 現在是戰艦跟自爆船數量要平衡 才能繼續扛住這個正面 好 自爆船又過來了 但是這裡一直在秀自爆船 但是還是有少量自爆船被打掉 好 最後炸到了一艘 但是數量上還是保存得很好 天空熊數量上越來越劣勢 只剩下14艘的戰艦了 Hera這時候點下了銀罐技術 海上霸主 待會馬頭就可以自動射箭了 天空熊這裡 遇到這個情況應該是沒有辦法打了 涼了 這個戰艦數量不太能打 OK 這時候天空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這場比賽呢 天空熊應該是輸在了蒙古的特性上 前期的優勢換完之後 基本上蒙古後期的優勢並不是很明顯 反正Hera這裡馬來人的優勢 科技比較全面一點 而且有這個造船員 後期呢也有這個銀罐 海上霸主 即使真的對方反推回來 自己還可以靠著這個海港去控圖 那這裡可以用海港控圖的話 也可以用海港推 這算是海上遊牧的一個特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Hera這邊拿下經濟的資源勝利 贏了1萬2的資源 那雖然天空熊有4勝物 但是比較偏後期的時候才撿到 黃金產生並不是很明顯 那最後呢是由天空熊 這一把比賽是輸掉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了喔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助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來吧 我們下次再見